可以简单多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青葱 那你不一定要青葱 找某一个蔬菜 然后那个蔬菜在哪一个市场是最便宜的 的一个报表 那我希望比如说我今天 第一个当然我可以找什么 找那个其实在Excel里面 因为有那个资料里面有筛选 筛选里面我如果要找青葱的话 其实我把青葱找到就可以 不过你们可能要做逻辑判断 如果用Python来写维圈的话 那比如说找那个青葱 OK它里面很多 再来的话就说我要找哪一天 比如说我要找的是日期 比如说是刚好是那个什么的 这个这个不要全选 然后找某个某一天好了 比如说是12月的最后一天 12月30号这一天 然后呢 它的那个市场 我可以排序 不过排序这个我想你们要排序 可能比较麻烦 假设我这样排完之后 我把这个结果怎么样 可以把它复制 在Excel里面当然可以复制 如果Python里面 你如果假设要做一样的东西 那当然我不是要全部的资料 我只要 因为我已经要知道青葱 所以这一栏我不用嘛 那这两栏呢 种类跟日期我也知道就不用 所以最后我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 并且帮我把它输出成一个CSV档 你们在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第一个跟早上一样嘛 第一个你先把那个档案读进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什么想方法把不要的栏去掉 有没有 我们最后留下两栏就好了 所以我也要留两栏哦 然后这来的话就是留下的是列的部分 因为它有各个日期 所以那个日期部分的话我只要12月31号的就2018年的12月31号的 当然不一定是轻充你这边也许最后你输出的事有可能是萝卜 可能是可能什么菜都可以啦反正我主要是要看到哪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市场卖的价钱一定也是不一样 不过你会发现差距非常大 在那个叫西湖市场卖30块一公斤 可是在市东卖380一公斤 青葱喔 通常是青葱 为什么可以贵的33倍多 12倍多 为什么 葱油比较好吃吗 你们可以去看看 这个市东的话 在台北市的那个天母的附近 那边就是因为它地价特别贵啊 怎么样我不太了解 其实就西宁你看光这个地方就差这么多了 那西湖为什么特别便宜 其实我觉得蛮好奇的 怎么差价可以差这么大 其他蔬菜是不是也是一样 或许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利用早上那个方法 把它换一下就对了 这第一道题OK 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个当然如果你除了这种 开放资料网络上其实太多了 如果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 你想要练习其他也OK 那这个是第一个 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好了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这边有个台北市的零售市场行情 来大妹先帮你做一下 试一下 另外的话也许你可以找一下 像那个之前有给同学练习什么 去台北市政府开放资料里面 还有各区的那个什么窃盗案件的资料 比如说哪些区域 什么时间发生窃案 甚至他连时间 哪一条道路上面的相关资料都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做个分析 分析出哪个时间点 窃盗案件最多的话 其实也可以不妨可以拿那个开放资料来练习